其實去優化長者醫療券是非常歡迎的 尤其是容許配偶共用醫療券 因為我自己都在議會裡講了很多次 感謝政府都聽到議員和長者的心聲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雙腦的 可能有一個大家互相照顧不夠用的時候使用 不過希望得證裡不要最終變成一個不開心的結果 因為剛才我也聽到政府很好的 不需要怎樣提交結婚證明文件 可能很多人現在不見了 不過有沒有一些預防的機制 或者有人用了身份證登記了幾個 其實都要有一個預防濫用的情況 你登記了都起碼有警告 已經登記了 或者你的身份證被人被登記 都會出現了 我們有其他情況都被登記了 那怎樣去預防被登記呢? 不要濫用呢? 第二,其實我們在地區 處理很多公公婆婆的記憶力不太好 其實他們都不記得自己現在的戶口裡面有多少錢 其實就要走去那個醫療中心 或者打電話 其實打電話都很久都回答不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都有致方便 又有IT、科技功能 他連自己的錢包裡面有多少錢 都不好意思去看中醫 有病都不看了 就好像違反了我們的基層醫療 就是想去做預防 就不應該省著錢包 其實你的錢包裡面還有錢的 但是沒有一個提示 這個完全沒有 這是第二 第三,就是可不可以 這次我們優化這個長者醫療券 其實這正正就是我們基層醫療 公私營協作的一個典範 那可不可以做一些研究 或者跟蹤個案 這個婆婆用了這些長者醫療券 可以去私營去看 或者定期去做一些檢測的服務 其實她入院的率低了很多 少了很多 就是有些個案研究 我們才知道 我們日後要投放多少錢 去這個長者醫療券是值得的 而因為前面給多了 但是後面她沒有入院 沒有用一個重的治療 我們其實是賺了的 其實是不是都要透過這個長者醫療券 優化資源 真的要做一些研究追蹤個案 謝謝 那在夫婦共用裡面 大家都擔心那個安全問題 會不會被登記問題 其實我們都有幾種方法 第一就是每次長者去看醫生的時候 都要出示 如果她用配偶的戶口的錢 她都要出示配偶的身份證副本 這是第一 第二其實每次用完之後 短訊都會寄給用者和她的配偶 第三就是在衛生署背後 我們都會有一段數據去看 尤其是一些不尋常的情況 譬如有一個長者是一年之內 登記了兩次或者三次以上 就是不可以有幾個 老婆 也不可以換得太多 即是你另外告她 我可以登記幾個 不過給你告 登記一個 即是重婚 現時婚姻制度也可以登記一個 而且一年不可以換很多次 這些不尋常我們都會監管 第二就是關於記不記得錢 記不記得會口多少錢呢 其實有多渠道都可以查 將來電訊我們都會寫給她 她 戶口還有花多少錢 她也可以在意見通 還有電話描述 到Hotline都可以問得到 而第三 剛才那個提議很好 跟進個案那個研究 我們都很想做一些研究 去證明基層醫療 真的可以減低到日後住院 醫療體系的負荷 不过可能我这个就要牵涉很多的数据了 现在我们还在存在数据的阶段 这个一定是我们的记录状案 希望可以真的提供到证据 是可以减低医疗负担的 我补一句建议 就是那个致方便那个 如果都可以给到奖 就是查到自己多少钱 那个银包好些 因为经常打电话去 都是要等很久都查不到的 好 谢谢